祈老在跆拳认真传唱古调 随着生活形态转变 部落祈老的凋零 间接导致传统歌谣逐渐消失 不甘心歌谣文化面临失传 天主教文化研究发展协会 办理传唱歌谣课程 因为歌在我们现在 现在的生活里面慢慢消失 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消失 就是关哪怕是两个学员 我们都愿意把这样的歌传送回去 天主教文化研究发展协会成立以来 就积极推动达悟文化记录 跟传统主义推广 希望透过再次举办的传唱歌谣演习 让新一代达悟青年有学习的机会 第一方面想学母语再精准一点 然后歌的旋律想要再多了解 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够慢慢练习 可以唱一些母语歌这样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的文化 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歌谣 如果我们不学的话 以后的人都 我的孩子都不会学这个歌谣 藉由举办学习传统歌谣 希望让族人更重视歌谣文化 使这些珍贵的曲调跟文化 得以保存以延续 更期待未来能够联合岛上团体机关 一起响应 也是新闻 小马力大圣台东来与采访报导